11月10號 現在 然後 明天是1111 然後我現在才要錄這個樣子 But anyway This is my channel I can decide what I want to do, right? 然後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的 淘寶的購物清單吧 這 怎麼講 其實也不會真的全買 因為 學生不可能那麼多錢嘛 就是 就是稍微看一下我大概會挑哪些東西 然後還有我怎麼挑淘寶的物品之類的 好 那是有我 好 那首先我們先進到手機的淘寶物業 我會把我的螢幕錄影的畫面放在這 所以我要走過來一點 然後首先我們先看到購物車 可是我購物車我覺得沒有很多東西耶 大概46個 好啦 不會真的全買 就是只是稍微放在裡面 有時候就是 你就是先看到 我們先加購物車再說吧 再說吧 然後首先第一件看到的是一個V-Link的 V-Link的 真織連衣裙 因為我覺得穿 不知道耶 我覺得現在穿衣服越來越難 就是覺得可以one piece結局 就one piece結局 simple is good 就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我挑的這個是 軍馬 然後是 我記得我是買 燕麥 欸 淺灰色 因為我覺得它的淺灰色 感覺 比較 好看一點點 對 然後摩托真的好熟 所以 然後看一下這照片 應該是還可以 應該不會很像孕婦爸爸 who knows 我應該會買這一間 到最後就知道我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一個爆紋裙 然後爆紋裙我挑的 等一下 欸大家有沒有在錄耶 爆紋裙我挑的是 爆紋裙我挑的是一個 這個 是看小米的影片 就是我會集結很多 就是網美youtuber他們 跟介紹 我最常看 如果要買衣服的時候 我最常看的是 Tiffany介紹 因為它是大骨架的代表 然後我也剛好是個大骨架 所以我 常會看他 買哪些衣服 然後就 有點腦破弱的跟著去買了 是很少踩的狀況出現啦 但是 我覺得 嗯 還有再上去 然後第二個我挑的是這個爆紋裙 因為今年爆紋好像還蠻流行 可是我不喜歡 很 花爆的那種爆紋 我喜歡 小爆 小爆紋的爆紋 所以 我挑了這個灰色的爆紋裙 然後 因為我比較喜歡穿半身裙 不喜歡穿 卡到大腿 因為我剛好是 怎麼講 卡到大腿感覺冬天蠻冷的 所以 就不會考慮 只有卡到大腿那種 A字裙 或短裙之類的 然後下來是爆紋裙 可是如果我買上面這個爆紋爆紋裙 我可能就不會買下面這個 黑色 黑色的這個爆 黑色的這個爆紋裙 這 是 什麼一回事 我按到了嗎 好 anyway 雖然黑色這個 感覺剪裁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它感覺 它照片上面是蠻 就是蠻直立 就是 寬部這邊不會有 太大的問題 就是不會讓寬部看起來太寬之類的 那我看一下他們的 穿上去的 看人家穿感覺也是 我都會看就是 如果要買一件衣服的話 我會先看一下人家穿上去的效果如何 就是 它的寶貝評價那邊會有別人穿上去的效果 可以稍微看一下下 然後就是 看那個穿上去的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然後接下來我挑了兩個洗臉的海綿 因為我覺得感覺 就是 因為我之前會用紗布 就是稍微細一點 但是 後來就 不太用紗布的原因 是因為紗布上 我覺得 紗布會 還是會有一點搓 搓柔的感覺 所以 我想用一用看這個海綿 然後 因為它好像有去角質 然後 去角質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應該 可以試試看 我只是想試試看啦 然後今天的影片 我沒有什麼折扣碼可以給你們用 所以 就是只是看我會買什麼東西而已 然後接下來 下一個是黑色的這個 打底衫 就是有點 因為平口衣服對 這種寬肩膀啊 就是會稍微有點修飾的效果 然後 因為像我這一塊 其實比較粗狀一點點 所以我會 就是會想辦法把它遮起來 然後 像它這個設計的話呢 它的 衣袖 是到底下是 閃狀設計的 所以 它基本上 你的視覺效果不會 所以就是卡在 剛好卡在這邊 只是它的視覺效果 會是在你上面 這裡 手骨這一塊 然後還有你的 手的下面 這樣 然後下一個是 一樣是一個 連衣裙 然後 我 就是照片上 其實真的是蠻美的啦 然後我看 它們穿起來 感覺也不會差很多 就是 應該是跟它照片上的一樣 看這個 看這個人穿起來 但是還好 不會很像孕婦 因為慵懶風嘛 而且又是淋雨群 淋雨群就是方便 所以 這應該也是會買啦 然後下一個是 這款毛衣 其實有點像那個 橘重妖精的那個 金服珠穿的 劍毛衣 我覺得有點像 但我還不知道會不會買 因為它 它卡的位置有點奇怪 所以我會怕它卡的位置有點在我 呃 住 下腹的位置嘛 反正就是卡在一個 會最容易顯胖的位置的話 我就覺得 會踩雷很嚴重 這個還在斟酌 對 然後這個 牛仔褲 牛仔褲其實我只是看看 我不會真的 應該是不會真的買牛仔褲 因為牛仔褲我還是習慣 實際上穿過之後 我看過效果 我才會買那件牛仔褲 不會在淘寶上買 因為淘寶的 模特兒都瘦跟什麼一樣 那腿跟竹竿一樣 然後接下來 這個 大衣的話 我覺得它蠻便宜的 可是 我應該不會買這個大衣 因為它 怎麼講 它 照片上給我看起來 就有點 cheap 嘛 可是 價錢就擺在那個 所以你也不能要求什麼 然後接下來是兩個 一個是背景布 兩個背景布 一個是掛起來的那種 然後另外一個是放桌上的那種 這個我也在斟酌要不要買 因為如果我真的買的話 我應該會拿去宿舍用 我會放在家裡面使用 所以我還在斟酌 然後接下來是兩件 毛衣 就是很簡單的那種毛衣 就是 你不用太花心事去搭我幹嘛 然後也很白搭 就是穿什麼都可以搭 然後我挑了一個灰色跟一個黑色 黑色就是白搭 好搭 大概 我在衣櫃打開都是黑的衣服吧 然後接下來我買了一個 這個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買的帽子 我還在想 我在想 我還在想 然後再來是化妝刷 我有在 就是社群網站上面看到蠻多人推那個花細葵的化妝刷 就是它這一包 然後裡面有很多 就是眼部的 臉部的都有 然後 聽 看評價上面是 毛蠻好的 就是毛蠻細緻的 然後 我看的那個社群網站上也說 這一款真的是不錯用 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可以來試試看 所以我很少在淘寶上面買刷具 好接下來 接下來這是迷妹的 那個 迷妹的 衣服 可是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買 因為 Puno誰知道穿起來怎麼樣 這是盲叉的 毛衣 感覺穿上去就把我爸穿在身上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個線 線我可能不會買 我只是 那時候就是 就是剛好想找線 然後就放進去了 但我應該不會買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運動褲 運動褲的話 我也不知道 要想一下 因為冬天的話 上體育個有點不太想穿倒褲 可是又怕會很熱 對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 護腰跟護線 老了 老了 所以就是要多注重健康管理 所以我 挑了這個護腰跟護膝 可能 會用到吧 接下來 這個很可愛 這個我應該會買 就是蠟筆小新的 蠟筆小新的 圖案的 睡衣 我應該會買藍色吧 因為我覺得藍色看起來比較好看 很可愛 而且 300塊一整套 這是上衣家的 褲子 然後他還送一個眼罩吧 這樣子 300塊 這就是為什麼 淘寶那麼多人喜歡買 然後這三款帽子 應該是 會排除掉啦 不會買那麼多帽子 然後再來是 海綿蛋的 陀架 我其實有看Cara的影片 他說 Lara Home 就是有賣那種 蛋架 應該是蠻好用的 但我也不知道 然後再來是海綿 因為我覺得 我想 我會想用用看淘寶上面的海綿 的原因是 因為 我看蠻多人 就是 評價上面來說 淘寶上面的海綿的材質 其實是很棒的 就是跟 像我們台灣的藥妝店比起來 其實淘寶上面 更多 好用的海綿 所以我會想要用用看 而且這是紫色的欸 超美的 不覺得嗎 結果我剛剛看到一個評價是 超級超級難用 好啊好啊 好啦沒關係這個 關於海綿蛋這個我會再少 我再找一下 然後再斟主我也不要買 不過買了 我會再告訴你們好不好用 然後這個 這個手機就是我沒的 這個跳過 然後這個 連體褲 連體褲這個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覺得我穿起來 會感覺像孕婦的感覺 所以 不知道會pass吧 然後接下來這四個 其實是那時候就是看一看 然後覺得 嗯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就直接給它點進去 購物車裡面 但我這四個 應該只有最後面這個 這一個 V-0的打底衫會買吧 這原因是一樣 就是 它的剪裁剛好是 就是 這裡是做閃狀設計 就是到手 手腕這裡出來是閃狀設計 這樣會讓 這一塊看起來 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對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我也買 因為我覺得 好可愛喔 看起來感覺超可愛的 所以我會買這個 對就是這樣 然後 而且它看起來就是 很 daily的那種 outfit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背心裙 如果我買上面那個 我應該就不會買下面這個背心裙 然後底下就是耳夾 耳夾 因為我沒有耳洞 我不喜歡打耳洞在上面 所以我沒有耳洞 所以我會買耳夾 我會挑耳夾的款式 然後下面其實 這幾個都是 之前很之前 在看的 所以 應該都不會 下面這四個應該都不會買 天啊我46個 裡面只買三個 怎麼可能 好啦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明天夠愉快啦 掰掰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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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